歡迎收看今天新聞 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轟儀 歡迎收看今天新聞 挖挖 好 來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律師 雷秋律師 鄭大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另外要請到的是 婚故業者Vivi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命理專家小燕老師 鄭大哥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藝人LaLa 鄭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命理專家小燕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非常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 婚喪喜慶 禁忌多 我相信台灣人是這樣 很多禁忌的 馬來西亞有一個男生 他在舉行婚禮的前夕 媽媽忽然過世了 可是他又不想 違背跟未婚妻的約定 所以那天再去 幫母親舉行送禮 晚上把新娘帶回來 早上上室 晚上喜事 新娘子還滿感動的 新娘子在網路上發文 她說 謝謝你在最不堪的時候 仍然願意讓我成為你的妻子 她承諾會一直陪伴在先生的身旁 結果這樣的發文 有一百多萬人點閱 而傳為佳話 這個我們今天邀請到Vivi Vivi從事婚故行業很久了 那麼其實包括在台灣 要辦喜事的時候 你知道嗎 有人家在中壘 什麼時候要走不知道 沒錯 然後就喪事喜事撞在一起 那家中的長輩過世 到底那個婚禮要不要舉行 對 其實家中的長輩過世的話 我們會分幾個面向去看 然後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長輩是男方的長輩 還是女方的長輩 對 因為如果說是 男方的長輩的話 其實對整個婚禮的習俗來說的話 就會是比較慎重的 因為男方等於就是說 因為女方畢竟是要嫁到 另外一個新的家庭裡面 以習俗來講的話 對女生來講 女生是到另一個家裡面 對 所以男方的長輩去世 就等於是自己家裡面的事情 可是如果是女方的長輩去世的話 因為女生是離開 她的原生家庭 然後到新的家庭去 所以女生的長輩過世的話 大家一樣會覺得說 很難過等等部分 但是比較不會影響到婚禮 正常進行的一個狀態 那再來就是說 長輩她的一個 所以一般來講女方家長 女方長輩走了 對 婚禮通常會繼續進行 對 通常會是 那男方長輩那個就比較 男方長輩的話 大家就會比較斟酌 就是對 會比較斟酌說 還要不要繼續這樣子 對 那再來一個部分就是說 可能要看她有沒有想要 在百日內晚婚 還是說她要等過一年 就是對年 以前都是要等三年 然後現在的話都比較簡化了 所以現在其實等一年 一年後就已經可以成 就是可以如期的舉辦婚禮 對 以前都會三年喔 以前要三年 那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也要看這個長輩 通常以習俗來講的話 如果說這個長輩 她其實是外公外婆 不是跟你同性的 不管是男方或女方的 其實就也比較不會影響到 整個習俗正常的 進行的一個狀態這樣子 對 那尊公南方的長輩 如果貴心 你娶的時候 可以放炮嗎 對 通常是不行 其實對我們的習俗來講的話 因為畢竟她就是等於是家裡面 以南方長輩來講 是家裡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因為她又跟喜事是重疊的 所以就變成是說 你只能低調地辦婚禮 所以你不能放鞭炮 然後也不可以貼喜字 然後你當天甚至有些 紅字也可以 對 紅字也不行 那像甚至有一些 新人的一個狀態 像我們之前就有一些新人狀態 他就會變成是把迎娶的習俗 整個是取消的 對 就全部都重檢就對了 鋭炮可以嗎 喝湯就是有慶祝的這個動作 都是不行的 因為湯圓很多的狀態 就是你是開心喜慶的時候 你會準備湯圓 然後一起讓親友沾沾喜氣 像這個狀態也是不可以的 對 為什麼都要煮 營養都煮得那麼甜 甜蜜蜜啊 讓你吃在嘴裡 甜在心裡 甜蜜蜜 對 拜祖先喔 對 要當天早上要拜祖先 拜祖先 對 用湯圓 或者是說有一些 他們其實就是看 我們通常現在的狀態 就是看家裡面祭祖的方式 在中南部的話 可能會要求 你可能不只拜祖先 你還要拜神明 可是在北部的話 因為現在很多人 北部的家裡面 是沒有神明聽的 對 所以他們現在北部的話 都會很精簡 那如果說有祖先 有神明聽的話 因為有時候也會變成是說 時辰很趕的關係 他們就是會準備 基本的一些貢品 但是不會花那麼長的時間 去做白白的動作 那像這是南方的媽媽 等於是媳婦的婆婆 對 對 所以她這樣算重要嗎 媳婦的婆婆的話 當然是很重要 因為南方的媽媽 等於是主婚人 如果說你是爺爺奶奶 或者是外國 就是有隔代的 可能大家還不會 這麼這麼覺得說是 因為隔一代的狀態 我覺得多少啦 很多人的狀態 就是因為爺爺奶奶 外公外婆 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其實很多時候 你都會心裡面有個底 就是他可能會是 比較早離開 可是如果是爸爸媽媽 的一個狀態的話 對很多新人來講 有時候你的情緒 是在很悲傷的狀態 他會壓過你那個 要辦婚禮的 那個喜悅的心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男生 他其實非常的偉大 就是他真的很愛他的太太 他才有辦法 在這麼這麼難過的狀態之下 還是如期的把心情 基本上很多女生不是說 都想嫁給那個父母雙亡的 對 很多時候 但不能說出來 不能說出來 先這樣調查一下 就開心了一下 對這樣 開心 我現在身邊 真的很多的女性朋友 沒有結婚 沒有結婚的 他們真的會把這個列入 他們擇偶之一 對的 這是條件之一喔 對 我也有朋友 去跟月老求 然後他的簽詩下面就有說 希望月老可以幫我找一個父母雙亡 對啊 就是變成 就女孩子之間的一個 想擇偶的條件 對 心明真的會保閉 讓他找到那個父母雙亡的嗎 我不知道 所以他到現在還單身 可能太難了吧 心明應該有把他擋下去吧 恐怖 好 那這個小燕老師 你婚禮的當天就是阿公過心 對 對 那後來你是如期舉行嗎 最主要是 本來是就想說可以不要舉行 可是因為爸爸就覺得說 洗帖什麼都發出去了 然後呢 你爸爸 我爸爸這邊的處理清潔 還有就是說南方這邊也都弄好了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去取消這件事情 所以像譬如說 剛剛他所講的就是 比如說可能什麼洗帖 或者什麼什麼那個紅紙 都要拆掉 不能放鞭炮 我們都照一模一樣一樣如期舉行 照樣放鞭炮 對 照樣貼紅紙 對 照樣洗 對 照樣就是一樣是潑水 都什麼洗手都來就對了 餘子才吃 餘子我們家這邊人沒吃 對 是南方那邊那邊有 對 餘子也照樣吃 對啊 但是我吃不下去 那是怎麼樣 自己阿公回去 自己看不到 是 那所以整個氣氛有比較沉重嗎 氣氛是我爸爸這一邊的氣氛 比較沉重 因為畢竟就是他要 因為我當初我爸爸他就是隱瞞我 不要讓我知道我阿公走的 其實偏偏我就是知道了 但其實就變成說非得要趕出駕 所以要看趕時辰 也變成說 也是要許的那天一樣 按照習俗 你要先去樓上拜祖先 然後就詞的那個意思 可是就是那個沉重感的部分 就會讓我覺得說 可以扇子不要丟嗎 我可以不要解嗎 當時那個心情是非常沉重 也沒有辦法就是說 就是婚紗就直接脫掉 也不可以 因為畢竟那邊南方 那邊已經也蠻多人的在等待 只是說南方那邊當天 他們是不知道 南方是不知道 你阿嬤貴姓 我阿公貴姓不知道 阿公 阿公 全部都不知道 所以 女方這邊知道嗎 親家 親家都知道 都知道 這是很臨時的 因為阿公去世不是小事情 對啊 可是變成說就是原本 要包遊覽車 要去到南方那邊的 全部的疑慮的取消 只剩下我爸爸 這一邊的兄弟姐妹這樣子 蜜蜜 要讓他知道嗎 其實大部分在喪禮 就是說家裡面有喪事的狀態的話 在婚禮現場 是不會讓大家知道的 不是要讓那個 像他這樣 要讓女兒那邊知道嗎 通常會讓對方知道 因為不讓他不知道 到時候會怪嗎 對 因為他會有很多習俗的狀況 所以如果說 另一方不知道的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其實的確是會像曾大哥說 會有一些誤解 他會覺得為什麼那麼多習俗 你們 女方為什麼沒有罩住 對啊 這跟我有禁忌 你不跟人家說 因為因為爸爸想說 都很答應 然後整個也不想要讓對方臨時 就這樣取消也沒有禮貌 然後所以就變成說 一樣照辦 但是先暫時先不要讓男方知道 等到人娶了之後 我爸爸再親自打電話講 或是你准八度不等 沒有 我真的沒有 真是沒有 真的沒有禮貌嗎 對啊 快要卸貨了你知道嗎 是嗎 對啊 幾個月 那時候六個多月多 其實已經很大了啦 然後我那時候真的不想要 想說生完再結婚就好了 可是爸爸就是說不行 對 這有關跟加封有關 對 我爸比較傳統一點 那白衣衫有蓋得住嗎 有超級XL的 真的喔 對 大家這樣看有嗎 也是看有啦 我這麼大張 所以那個這個每個人 都一看就知道是 他可能搞不好是雙胞胎 對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